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求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的前游泳名将叶世文 相信提起叶世文的话 熟悉游泳的朋友应该说对他是非常非常的了解和非常非常的清晰了 他是中国游泳队历史上第一位金满冠得主 何为金满冠得主呢 就是他曾经获得过奥运会冠军 亚运会冠军 全运会冠军 长持游泳试竞赛,短持游泳试竞赛,以及游泳世界杯六项冠军 急于一身,这就是所谓的金满冠得主 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人 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游泳超级明星 也是世界游泳名人堂级别的成员 那么知道退役之后的叶世文因为其出色的成绩 也是得到了这样一个体育局的一个工作的安排 目前作为全国代表的他也正在参加一些会议 同时在这次会议当中作为体育界的人士 他所做出的提案自然而然也是离不开体育这个话题 而如今他所提出的一项建议 也是得到了广大网民的支持 什么建议呢 就是他希望能够着重于一些成绩 可能不是特别好的运动员的一个再就业培养 什么意思呢 叶世文表示 其实作为一个运动员的话 如果你能够在世界大赛当中取得非常出色的成绩 那么国家会给你安排工作 地方也会给你安排工作 那么一些成绩比较不错的运动员 那么可以凭借其自身的实力 轻松的找到这样一些高校的教练员的工作 投入到教育体系当中 那么但是的话 一些成绩比较一般的运动员的话 他们很多人就是退役 就意味着要失业 而我们也知道运动员 其实是作为一个吃青春饭的职业 如果说你退役失业的话 其实你并不具备太多这种在社会上进行一个生存的技能 而通过运动员的这样一个生涯 往往身体上也会落下一些疾病 对于其日后的生活也是不是很方便了 所以说叶世文的这个建议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人感动 本身作为这个运动员金字塔顶端的这样一个人物 他能够去关注到底层运动员的一个发展 能够看得出来 他的这个全国代表的身份绝对不是盖的 那他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 我觉得有两个非常重大的意义 首先第一个意义就是上面提到的 能够关注到底层运动员的生活 其实任何一个运动 他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 你这个金字塔想要累得又高又稳 其实并不是取决于你塔尖的这个东西 而是取决于你这个塔基 就是底层 你的底层越稳 基数越大 你自然而然的就是能够累得越高 中国足球常年上不去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金字塔底端太过空虚 所以说你根本就达不到成吉把坚的地步 所以说叶世文的这个建议 能够让像体育总局这样的一些高层人士 能够看得到 怎么样去重视起这些基层运动员 就像他说的一些 可能因为天赋的原因 即便再怎么努力训练 也出不来成绩的运动员 他们如果说在退役之后 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生活的话 起码对于这项运动来说 很多人都会愿意从事进来 因为他们有保障 如果说你没有保障 就去拼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这一条路 淘汰率太高了 那久而久之 大家也会望而生畏 不愿意去从事你这个运动了 这是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能够打交一部分人 对于咱们这些运动员的偏见 很多人认为像叶士文 这样的明星运动员 之所以能够当上全国代表 就是因为他们的成绩好 其实是一个虚执闲执 但是现在能够看来 他提出这么有建设性的意见 说明专业的事情 他就得交给专业的人士来看 如果说你找一个 完全和体育无关的人 去当全国代表 去提出一些体育领域的建议 他根本不可能提出一个 这么切重要害的建议 就像咱们前面提到的 叶士文所给出的这个建议 其实对于中国的体育运动来说的话 是一个非常非常中肯 也是一个很容易让 咱们中国这种人口优势 转化成这种体育优势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 所以说叶士文的这个建议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也希望他的建议 能够得到咱们这些政府的采纳 未来能够为这些底层基层的运动员 提供更好的一个生活出路